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今天有準備發言的資料 那剛剛林三嘉律師已經有提到環評法施行細則的規 那請委員看發言資料的部件一 這個案子是由行政院來核定的 所以依照環評法應該是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審查 所以請各位委員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7條第一項 將本案已審到真正的隔全縣管轄的機關 那第二點 本案之前在99年6月28號 因為擴增量體過大 交通影響問題未能完全解決 然後被認定不應開發 那這個現在是在原地點重新規劃 雖然當初認定不應開發的很多委員 似乎在本次都已經被撤換掉了 那我們還是希望新任的委員請您一定要依法行政 因為剛剛林三嘉律師已經提醒了各位 所有的委員都是刑法第10條的公務員 請你們一定要遵守法律 那本案在前次認定不應開發的時候 環評委員犯正成教授有講到說 這個案子即使縮小量體 百分之三十還是有問題 那本次的縮小量體 只縮小了百分之三點七 如果以整個園區來看是只縮小了百分之三點三 縮小百分之三十都還有問題 只縮小百分之三點七或三點三 這樣子顯然還是有問題 我們認為這件案子依照環評法第十四條第三項的規定 還是不應該通過 那更有問題的地方是在這個案子 大家都知道申請須知請各位委員 能夠看手上的資料的附件二 這是當初這個案子在招標申審的時候的申請須知 當時在第二點二四條開發量的限制有說到 總樓地板面積上限為九萬六千平 約三十一萬六千八百平方公尺 但是我們目前在審查的量 顯然是遠遠超過當初的招標的那量 超出了將近百分之七十五 而且在這招標的過程中 曾經有其他的廠商申請事宜 在附件三裡面廠商有問到說 是否如果依照容積獎勵的一些措施 是否可超越那個上限 那交易局當時是很清楚的回答 這就是手關的先民事所能興建的上限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已經不斷的去提出職業 我們認為這是有圖利的問題 那這個案子有關一些弊案的部分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已經有提出刑事的告訴 那我是希望說所有的委員一定要依法行政 那第三點 這個地方是屬於一個地下水的管制區 在當初台北市政府去花了三千萬去委託 徐少尤建築事務所去辦的一個可行性評估報告 訂稿本的第四支二頁有去記載說 這個案這個地方的土質 他說土腦軟弱的狀況接近液體狀況 其軟弱狀態可相而而知 這是市政府花了三千萬去委託做的一些報告 裡面有提到的 但是請各位委員看一下環說書的第七支一頁 上面寫說 本基地的土層發生異化的可能性甚低 本案基礎開發基礎及開挖設計可不考慮異化的影響 我要問一下這案子到底是土腦軟弱接近液體狀態 然後可以不考慮異化的狀態的影響 還是當初在可行性評估報告的時候 就寫一些東西來向其他的廠商不要來投標呢 我們認為這案子到底有沒有異化的影響 一定要把他講清楚一定要把他釐清 紐西蘭基礎城的強政造成數百強人民的傷亡 那重建預計要超過十年 這案子土地異化的問題一定要好好的處理 絕對不能夠輕率的把他放過 謝謝 謝謝 感謝啦 我們這個前衛題的話 也都非常遵守這個時間 這是馬黨這個民主點段